他来了他来了 辽宁南篮爆出得到了场均19加9.5的富豪 八一南篮的球员引来了各队的轰抢 一天后联盟又传来了新的注册信息 田宇祥与雷盟两位前八一南篮的球员 已经与北京首钢南篮签约 这两人都是签下两年零五个月的C类合同 田宇祥上赛季场均9.3分 2.3篮板2.7助攻 雷盟上赛季场均14分2.2助攻 四篮板1.5抢断 广州南篮的斯坤与山东南篮签约 签下的是一份一年五个月的C类合同 前八一南篮球员张俊与山西南篮签约 北控南篮球员陈子安与陕西南篮签约 此前备受关注的郭浩文官宣加盟了上海南篮 郭浩文因为场外事件一度被八一南篮竞赛 还曾被爆出要冲击NBA的发展联盟 如今官宣他加盟上海 这位国精南篮的天才少年终于在就业成功 北京南篮的高尚也与上海签约 前八一南篮球员宁宏宇宇宙幼广阳 与广州南篮签约 新疆南篮球员王正博与广州南篮签约 两位浙江南篮的球员傅雷与李娇祥 与广州南篮签约 除此之外八一南篮的阿尔死了还没有 正式与新疆南篮签约联盟的备注是注册暂未完全 此前说签约辽宁南篮的富豪注册信息也是暂未完成 不过阿尔斯兰签约新疆富豪签约辽宁都只是时间问题 文言小白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